小林玩戏 我上学回来啦 这是什么啊 怎么变这么大啊 那这个也是吗 真的 那这个 不过怎么那么眼熟啊 我在哪儿看过这个 这个不是最近很流行的DIY编织包的超大融线吗 嗨大家好我是小林 今天呢我要用这个超大融线来做一个最近非常流行的DIY编织包 但是你以为它只能做包包吗 no no 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嗯 看起来不难嘛 听说三十分钟就能做出一个哦 那小林爷挑战 我已经知道了 坐起来吧 这边呢是头 转过来 放在上面 形成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用手 从下往上 拉这根更长的 拉紧 下面一步呢是 从上往下拉这根长的线 让这边形成一个这种V字 重复步骤 直到呢有五个V出现 12345 然后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口 我们要做个标志 接下来我们要往旁边发展了 从第一个孔这边往上把长的这根线拉出来 然后第二个孔 第三个 然后这个一直到这边的 全部都做一遍 这样呢就形成了十个小条 然后这个就变成第一个了嘛 然后又做一个标志 不然的话会晕的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就这样反复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把最后这个部分呢 塞进这个孔里面 然后把这个地方往里面压 把这边做得圆圆的 编织包 就完成了 哈哈哈哈 对我们还可以打扮一下它 超可爱的肚子 粉色跟紫色特别的搭 还可以挂一些 日前开箱的娃娃 还有这种 直接这样挂好了 张晓琳的DIY编织包 就完成了 大家知道吗 用这个还可以来做发菇哦 正好我现在头上好空啊 做个发菇 带带看吧 做发菇呢 用不了这么多线 大概 这么多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一个旧发菇 还有双面胶 先把双面胶呢 黏在发菇上 撕掉 然后按照这条线 剪开 里面的绒 拿掉 我们只需要这个绒布 接下来固定好这个发菇 然后把绒布 盖上去 里面呢 黏好双面胶 多余的这部分绒布呢 就直接卷进去 最后这边呢 用这个来修丁 现在呢 还太白了 所以准备这种小的装饰品 黏在上面 超可爱的一颗小兔子 现在就可以 戴起来了 哦 怎么样 好看吧 除了我的东西啊 还可以帮可可做完剧哦 一二三四 做成这个样子之后 拿到最底端 从这边往上穿过去 一二三 这边穿好之后呢 这边直接过来 又一个一个的往下穿起来 做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绑起来 塞进去 球呢 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在里面 放上铃铛的话 狗狗会更喜欢哦 一直往里塞 塞 可可 来玩球吧 好了 今天呢小林就用超大绒布DIY了 各种可爱的物品 真的是又好玩 又好看 那我们下期再带来精彩的视频哦 拜拜